大家好,我是Handy 今天要拍影片就是我差不多每半年都會拍一次的 空瓶相片 我又存了一大堆的吉樽和包裝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過去這半年 究竟用得完的產品是有什麼的 因為每次都很長的,所以我們快點開始了 這裡有點難度我半年就用到這麼多盒子 其實我今天不會續合介紹 因為我已經拍過一段影片說我平時用什麼 而且我都會在每月最愛跟大家說一下 我最近發現了什麼新的好用 所以今天就不再說了 如果說的話,影片會有四五十分鐘 然後每一次都是一樣的化妝臉 我是喜歡用這兩款 還有無印那一款,Pure Blue Cotton 然後下妝油也是這一款 它是Softimo的Speedy Cleansing Oil 我已經一直回購了很多很多年 應該超過了六年的時間 我喜歡它是超快的,下了所有的妝 不需要分眼、嘴唇 但是它的缺點就有少許 真的很少很少的光 不是那種滋潤型 洗完臉後覺得很柔軟 真的不是的,但實在太便宜了 看過我的胸胸相對這個也一定不陌生 又是一個由我拍片之前已經開始用的產品 就是一個去角質化妝水 我每一招每一招都會用到它 我早上只會用清水洗臉 但是經過了一晚 又有些護膚品塗在臉上 然後又會有油脂分泌 其實也有少少污垢 不過就不會好像外出那麼多 所以我就會用這個去角質化妝水 它可以少少清潔臉部 就可以令到有洗臉 但又不會過分清潔的效果 但它不是那些保濕型的Toner 所以看回你自己的需要 然後到Lululun的包座面膜 這一包是我前年了 2018年的時候在沖繩買的 之後突然在櫃桶找回它 就用了 我覺得這一款比我以前初代用的Lululun 面膜是好用很多的 它有適當的滋潤感 然後臉是有變得柔軟 軟滑 所以我早上也好 或者晚上也好 連續敷了幾天 都覺得蠻喜歡的 接著到這一款 大家可以保留定一個圖 因為在日本的時候買的 每天早上用一塊 是認真不需要用其他護膚品 每天早上都是用30秒至1分鐘 就完成了所有的 routine 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 所以如果下次我去日本的話 我自己也會買的 然後這一瓶就是我之前介紹過 一個香港品牌的洗臉產品 它洗完臉的感覺很舒服 完全不會覺得乾燥 就算是冬天 都不會說一出來就要馬上塗東西 馬上用toner在臉上的感覺 是沒有的 接著就到這一瓶了 其實還有少少症 這一瓶的洗臉產品 其實是我去Event的時候收到的 我對它的期望都很大 因為它單價都差不多600元 它這裡50ml 裡面的成份是非常天然 而且聞起來是很香的 好像是一個花園裡面的感覺 它洗完臉出來是很清爽的 我想如果你是油性肌膚 或者中性偏油 混合肌那些可能會很喜歡 但是我自己因為是乾肌的關係 洗完就覺得臉都很繃緊 就不會是一個我自己試用完 很想再買回來的產品 不愧為我2019年十大最愛護膚品之一 你看我的胸瓶刀那裡 它就是無印的toner 我最喜歡用的就是Moisture這個版本 我是用來濕敷的 我還有一支無印的toner 這一支跟剛才不同的 它是High Moisture的版本 我自己就覺得 就算我這麼乾肌 我都用不到它 它有一種很厚很黏很難吸收的感覺 然後就有Dr.Wu的這個 玻尿酸保濕精華露 這個toner的叫做精華露 我覺得這個名字是改得好的 因為它是一個厚實一點的toner 它不是那些滴在化妝棉上 平時水滑滑滑的那些 它是有一點厚度 不想用到一些很厚很厚的精華 其實它就可以做到精華 再加上toner這個步驟 然後到這一支 裡面那麼殘 它是Love is Derma的一個潔膚水 由於我自己本身是不太喜歡用潔膚水的 沒有這個的習慣 因為我覺得用完 是有一種洗都洗不乾淨的感覺 那我就放棄了 我就變成了平時抹試色的時候用了 好 toner還有這一款 那就是韓國的一個品牌 Mamond的Rose Water 它裡面有一陣很香 有一點像一種沐浴露 或洗頭水的玫瑰味 它也不算是很保濕 它算是比較清爽的 如果夏天我都很喜歡它 但是就不會讓我覺得一定一定要去回購 但如果去到韓國或者Gmarket 看到它真的很便宜的時候 你又用開一些不是太高功能的toner 它也是一個不差的選擇 然後下妝油我還有雪花瘦這枝 我記得它的味道 對 它的味道有雪花瘦 比較中藥 像人心的味道 那你自己喜不喜歡 它下妝油其實都乾淨的 而且不需要乳化很久 但是它比較滋潤 所以成熟的肌膚會比較適合 它太貴了 所以我現在都沒有再買了 我都忘了什麼時候買回來 它不是一個不好用的產品 但可能性價比沒那麼高 然後也是一枝下妝油 那這一款我覺得是不差的 但是又不會特意去到回購 如果用它 我就會寧願用Softimo那種便宜一點 然後就到Caudalie的這枝雪花面霜 這枝應該是我用過的第三枝 我自己很喜歡用它的夏天的時候 它有適當的保濕能力 質地很輕透 塗了在臉上完全沒有負擔感 不覺得自己塗了一些很厚重 很黏的面霜 那種面霜 如果你喜歡這種毛感的護膚 這個非常適合你 另一個Dr.Wu的產品 這枝是它們的玻尿酸保濕精華 它是一個中規中矩 你不會覺得它超級保濕的效果 但是呢 你又找不到東西挑剔它 它是日間的時候 用是不錯的 你全天都不會覺得很乾很慢 但是如果你真的乾到整個人龜裂 然後慢慢緊很辛苦的時候 那你就一定會覺得它不夠力了 所以我不會當它晚上的保濕精華 因為晚上我需要更加多的力 去修復的皮膚 再多一點的水分 它未必做到 但是日間我需要一個比較輕身 做到全日保濕的話 它也是做到這個很欺負到好處的 然後我說了很多次Drunk Elephant 這枝保濕精華 如果跟Dr.Wu比較的話 我會更加喜歡Drunk Elephant這枝 因為Dr.Wu這枝 它依然是一種我擦了皮膚的感覺 是有少許不是黏 但是又不是有負擔感 但是我知道自己塗了東西了 但是Drunk Elephant這枝 你會覺得很神奇的 你好像沒有塗過任何東西 但它真的做了保濕的感覺 很想回購它 但是我又經常都覺得 哇 真是很貴 那個人就會停了 那也是說了超多次的 The Ordinary這枝 咖啡因眼睛 每次介紹它 我都要多說一次 它只可以去眼腫 如果你知道腫是泡泡眼 眼睛已經腫得好像昨天哭了十次 用它真的很棒 接著就到這枝Evion的噴霧 我不想說它是保濕噴霧 因為我覺得它完全沒有保濕的功能 我唯一用它就是 例如房間很乾的時候 可能我會噴一噴 令到氛圍沒有那麼乾真真 還有行山做運動的時候 我真的很熱 曬著就會噴來降溫 我純粹是這樣用的 如果你說臉很乾 在一個冷氣地方 真的要噴一下令自己保濕 我不會用到它 護膚品的最後一件事 就是這個厚的Cream 一個冬天其實是用不完這一瓶的 它份量是很小很小 可以推到很開 不會黏黏黏 不會覺得很厚重 晚間用是非常棒的效果 而且我很喜歡烏的味道 所以我很喜歡用 好了 我都知道這些空瓶的空空相 不會一集就完 我每次存半年 都說兩三個小時 所以我又要把它斬件了 現在就先看上集 下星期就會看下集的 千萬不要錯過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星期都有噴露兩條新編 逢星日六下集 三星還有逢星日日下集 十二點 下集再見 拜拜 掰掰